这节课我们来做详情页面的布局 打开简书的一个详情页 这里它会有很多 我们来简化一下 只做标题和内容区块的布局 大家自己可以刻下 把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布局 包括右侧的框框的布局 自己给完成 它不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大家找到我们的 pages下面的详情页面 我们不要做这个页面的布局 首先我们在detail部分下 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style.js 大家可以把这个 home页面的style.js 它的import和最下面的解号代码复制 删贴到detail的style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改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样式组件 叫做detail wrapper 它我们做个布局 它的宽度是620 然后也是居中 heading bottom 我们给它一个100px background 来一个红色保存 然后我们在detail组件里去演出这个布局组件 detail wrapper from当前部下的style 接着我们这么去写 保存一下 咱们回到页面下 这样的话 detail页面一个基础的布局就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来做这个标题部分的布局 打开代码 在这个style样式里面 我们再去写一些组件 我们可以写一个header这样的组件 它呢 这么写就可以了 margin 据上部分 我们给它50像素 右呢0 下呢 我们给它20像素 左给它0像素 保存 fontsize 我们给它34px 接着 landheight 我们给它44px吧 color 仅号333 保存 font wait 我们给它一个fold 回到页面下 当然这个代码啊 你写完这个组件 我们得用一下它 到index.js里 我们引入header 然后这块去掉 在这里 我们写上header这个组件 顺便把header的内容给填上 洪水中学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来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 这块内容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背景色去掉 回来 再来看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颜色差的可能有一点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照着这个木刻的调一下啊 接着呢 我们来做它下面这部分样式的布局 也就是图片加文字这块的布局 我们可以这么写 在这个样式组件里面 我们再创建一个组件叫做content content呢 我们先给它为空 我们要给content的内容一个颜色 咱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些内容的颜色 问题 然后我们要把图片什么的显示出来 咱们去找几个图啊 这张图 我们把它的地址复制一下 然后到代码里面 我们在content里面去写一个image标签 src就等于这个地址 保存 到我们的页面上 咱们刷一下 这个图它就出来了 当然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修饰 怎么修饰呢 我们到我们的代码里这么来写 content下面的image标签 我让它的图片宽度最大 只能是百分百 保存再回过来 这样的话就OK了啊 点开 看一下 正好占满着620 没有任何的问题 接着呢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p标签 这样的内容项 我们可以写一下 p标签 我们把内容复制一下就可以 这样来写 我们可以多复制几行啊 OK 复制了四行 四个p标签 然后呢 我打开这个样式 对里面的p标签 再做一个修饰 比如说 我们给它一个margin 上下都是25像素 左右呢 保存 然后咱们回到页面向吧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这个p标签啊 再去做一些优化 把它的样式拿过来看一下 它的颜色是2f2f 字体是16像素 OK 我们调一下 颜色应该不用变 字体呢 放它size 16像素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line height 30px 保存 看一下效果 差不多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详情页的一个基础布局呢 咱们这么做就可以了 如果呢 大家想去实现更多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我们看知乎上的这些样式 加粗的样式 还有这种子标题的样式 你都可以去做 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做个加粗的样式 到这里面 我们可以给p标签里面 再加一个b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修饰一下这个b标签 让它的font weight变成bold就可以了 保存 回到页面 刷新 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点到这个标签上 b标签 fontweight weighht 我少了一个e 保存 再来看 我们就实现了加粗的这样的样式了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的样式布局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那这些课呢 我们就先简单的完成详情页面的布局工作 大家加油